這包是什麼東西 這是我準備好的資料 裡面是嘲諷銀手禮 頭髮尖標準 我只能放餐廳 五人客 其他我不行 這件事我已經把我拿回去處理了 你把我拿回就好了 怎麼拿到我這裡來 阿姨 你真的不瞭解我的偽然 我是說 公司的財務幹部 向阿嬤報告手衝的問題 阿嬤說要我處理事情 要有睡眠我真的不囂張 記得阿嬤說 把事情交給雅惠 我相信雅惠心肝來也會怕什麼 所以你是希望說 我把東西交給雅惠 還放牠要公司公辦 對嗎 阿嬤記得讓雅惠這個款 不論結果怎麼 他自然會去雅惠 但是我還是覺得公司公辦 對雅惠比較好 希望阿姨你能夠到三天 你敢不相信雅惠 我相信雅惠 他一定很公正 但是我是怕嘲諷 他會去找雅惠公正 他都敢在客廳 代替他們兄弟跟阿嬤說生日 他也一定敢去找雅惠 雅惠 可是雅惠因為秀前把我聽進去 就不想阿嬤給他這個表現的機會 也會去影響到 在家裡的地位 雅惠以前是急診室的護理師 大家面對那麼多病患和家傷 他有辦法應付 這你放心 阿姨 你不願意幫我搭三天 是你不需要我幫你搭三天 而且我相信我自己的媳婦 你把這個東西搭給她 就能夠了 我知道 你若是經過我 把這個東西拿給雅惠 阿宏如果是知道 不知道說什麼 你也是雅惠的媳婦 我也要搭給她 不過雅惠這麼有滴火 原來都是跟阿姨學的 我知道 都是阿姨的基點 不過不然聽話我說正前 剛才雅惠沒辦法處理這件事 跟師叔就要麻煩阿姨 搭三天出面孤惠的雅惠 這都是為了我們雅惠好 我來騎 你不要我送什麼 你不是跟表嫂的關係很好 你叫表嫂不要再擦了 我們也會找這個機會 跟我們小弟說 叫她做工程度比較認真 這 不過現在這家我也沒辦法 阿姨都能跟我二嫂去擦 我不管 不管你去找表嫂還是二嫂說 回到這件事到這裡為止 我 不行 公司有公司的規定 我如果家裡身份開嘴 不管是對二嫂還是表嫂 她都很為難 你就二嫂去查 如果是不太好 如果真正有投降減量的事 你們小弟就應該要去這裡 這樣才對 這樣才對